日本皇太子文人最近终于解决了一个麻烦 他的大女儿真子在这三年一窟二闹三上吊 通过各种方式让文人不耐其烦 最终只能将其送到小事归的身边 但是他内心的石头并没有落下 因为小事归的司法考试没有通过 如果真子的生活不能够进入正轨 文人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文人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个 还有即将要成人的爱子公主 作为德仁天皇唯一的孩子 爱子公主将要在12月1日年满20周岁 她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原定的晚宴取消 成人里的皇冠也不要 这为日本宫内厅省下了至少3000万日元的费用 这也让爱子担任女王的呼声再一次高涨 文人的皇太帝的身份受到了威胁 爱子公主是德仁天皇唯一的孩子 年幼的时候因为其可爱的外表受到了各方的喜爱 虽然长大之后身形有些变化 但是爱子对待外界一直都是彬彬有礼 所以她也成为了王室之中最受关注的下一代成员 日本王室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女王 但是近代之后 日本王室已经拒绝女性成员担任天皇 所以当妓子妃拼命生下幽人之后 文人成为了皇太帝 只不过相比于彬彬有礼的爱子 被宠坏的幽人在学校中的名声很差 一度被传脾气非常暴躁 所以就连日本沟内厅都有声音要修改规定 让爱子成为未来的女天皇 文人和妓子妃之所以选择高龄生子 一个原因是给德仁让路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原文人和妓子妃的梦 后者一直嫉妒嫂子牙子可以成为王后 可以说与真子的婚姻相比 文人更关心爱子能否成为日本王室的例外 当然对于德仁来说 传位给爱子自然要好于给文人 所以在他处理爱子的事务上也是非常用心 这一次在爱子的成人礼问题上 德仁也是选择了以退为进 他表示因为疫情原因 爱子的成人礼王冠取消 随之而来的晚宴也取消 原定于12月1日的成人礼 因为是工作日推迟到了12月5日 爱子也只会和父母度过这一次的成人礼 德仁的这一表态看上去让爱子受了委屈 毕竟她将会成为日本王室120年以来第一位没有王冠的公主 但是这也会让日本宫内厅省下至少3000万日元 爱子看上去是受了委屈 但是外界对爱子的赞誉增加了许多 甚至于日本首相都表示希望爱子可以继承王位 可以说爱子失去了王冠 实际上她的收获会更多 这一招以退为进非常聪明 文人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爱子将要成年 因为她的父亲是天皇 她不得不牵扯到继位人选之争中 对于文人来说 她为了成为未来的天皇做了太多的牺牲 所以她不会让任何人威胁自己的地位 只不过现在他们仍然是外人 就连继子妃面对爱子的时候都要行礼 爱子的出身加上她的个人形象 让她距离魄力成为女天皇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是30岁真子公主学习购物 首次体验平民生活 看到记者全程黑脸 上月26日真子公主完婚 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本来婚姻是个人行为 因为真子公主身份特殊 导致日本王室也备受争议 是好是坏现在还很难讲 30岁的真子公主目前正在学习购物 首次体验了日本平民生活 看到记者的时候全程黑脸 日本王室无比精明 居然断了真子公主的财路 小事归的豪门之路一点都不顺畅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小事归居然没有通过了律师资格证考试 未来的生活也成了问题 全日本网友都在操心 真子公主夫妇以后该如何生活 但是小事归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这个消息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 宫内厅被迫出面回应 表示榜单并非是最后结果 小事归依旧有合格的可能 真子公主的婚后生活备受瞩目 那么能否适应平民生活呢 按照原计划 结婚后的第二天就要返回纽约 但是由于真子公主的签证要办一个月 因此才会一拖再拖 现在的真子公主大变样 穿衣打扮也时尚了不少 甚至已经开始学习如何购物 大众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认为真子公主已经脱离王室 事实上双方还存在微妙的联系 宫内厅对真子公主提供帮助 衣食住行都有专人照顾 跟在王室的时候相差无几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 真子公主已经开始接触平民生活 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购物 雅子皇后嫁入王室二十多年 没有驾照 银行卡和手机 真子公主作为晚辈也是如此 简直就是生活上的白痴 目前小尸归夫妇定居在色谷区的顶尖公寓 有十多位保卫日常守护 原本以为是王室的意思 没想到爆出是秋小公家族聘用的人 看来文人亲王夫妇还是不放心女儿 为了尽快适应以后的生活 真子公主也学着独立购物 偶尔在小尸归的陪同下外出 即使现在还能得到日本王室的庇护 以后也要学会独立行走 购物只是最简单的事情 日本媒体也扒出了小尸归的薪资 年薪只有130万日元左右 确实是难以养家糊口 以后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定居 真子公主大概率会成为家庭主妇 因此提前学习购物和买菜很有必要 细心的读者发现 以前的真子公主笑容满面 活泼开朗的性格 备受日本民众的喜爱 但是婚后态度却大变样 每次被记者跟拍的时候 全程都保持黑脸状态 跟身边的小尸归也没有任何交流 全世界各国的媒体 都表达了对真子公主的同情 看来人世间的悲痛也会相通 主流观点认为 真子公主下架小时龟是在自讨苦吃 以后的人生充满了磨难和坎坷 真子公主从小紧一御时 根本无法适应普通人的生活 更何况婚后的生活一地鸡毛 这样的大起大落的人生 就像是过山车一样激烈 一般女性根本没有能力承受 婚前整出了不少幺蛾子 日本民众为了反对这桩婚事 甚至还爆发了游行示威 热心群众希望能够深入调查小时龟 并且取消这段荒唐的婚姻 真子公主却依旧置若网闻 也许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真子公主的恋爱脑发作后 根本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 心里眼里都是丈夫 真子公主简直为爱痴狂 但是这样的心态又能保持多久呢 小时龟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现在的身份只是律师助理 未来小两口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 母亲债台高筑 妻子没有自理能力 小时龟即使当了日本驸马 面对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 依旧感受到压力山大 舆论方面不依不饶 真子公主夫妇即使已经结婚 大众还是不认可这门婚事 作为日本王室的长公主 真子既无奈又无助 不知道未来可以依靠谁 购物对于大众来讲 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真子公主还要认真学习 这样的状态令人担忧 像极了穿越剧的女主角 小时龟夫妇能够携手并进 度过未来几十年的漫漫岁月吗 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我们答案